正在制造各地民众所谓欢迎十八大的舆论氛围 除了在境内组织安排各类报道和表演 制造欢乐气氛外 对外则管控媒体和网站的相关报道 避免所谓负面消息传播 包括主流电视台播出的歌曲 不能带有死和吓等不吉利字眼 而在控制负面报道的同时 中共宣传部门还要给媒体布置正面报道的任务 不过国际媒体记者也在这个时候提出呼吁 要求北京停止新闻封锁 近来大陆中央电视台节目幸福调查 或喜迎十八大等栏目 都在制造民众所谓迎接十八大召开的社会舆论氛围 其他官方媒体也开设了类似的栏目 另一方面中共当局屏蔽外国媒体网站 阻止外国记者采访所谓敏感新闻 并限制中国媒体和网站的负面报道 德国之声10月30号在报道中说 有消息表明传统媒体照例收到大量针对十八大的报道要求 几乎每天网络上都会传出相关禁令 但是由于中共宣传部门将这些禁令规定为秘密文件 很少有媒体人愿意出面证实 但是他们有时也会通过微博予以透露 除了禁止报道国内负面新闻 中国媒体也会直接或间接的得到多报道国外负面新闻的受益 这次中央电视台派遣多路记者前往美国 报道桑迪飓风与宁波抗议事件的漠不作声 形成鲜明对比 他用吹喇叭啊抬轿子啊这样的声音 向外界释放出共产党受到这个人民群众的拥护热爱 所以他的执政地位是合法的 他就是给这个老百姓洗脑吧 也是向这个国际媒体释放这样一个声音 但是一旦发现这些媒体的报道 跟他在国内的要求不同的时候 那马上他就是封杀 宁波发生示威活动后 有网民测试发现 宁波市委书记 市长 公安局长等官员的姓名都被禁止搜索 而纽约保护记者委员会29号发表声明指出 在中共领导层换届的时刻 一再发生新闻封锁和打压报道事件不是好迹象 声明说 浙江宁波市民抗议化工项目的示威活动中 英国天空新门台设置人员被防暴警察从抗议现场强行带走 法亲社记者也遭到警方的短暂拘押 声明还说 今年6月 美国彭博新闻社在报道习近平的家人拥有大量财富后被封杀 另外 今年5月 中共外交部拒绝重新发给阿拉伯半岛电视台英文记者签证 迫使这名记者离开中国 做什么事情去拦阻任何一个媒体采访的事情都是不合法的 都是违反 也媒体人 他们所做的是什么 只不过就是那个事实去报道出来 那为什么去那个把他们堵堵下来了 没有一个任何一个合理的原因 只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他们惧怕他们都愿意去那个民众可以看见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 另一方面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消息说 新的中国党政领导干部资料库已经收录了中共现任领导干部简历信息1600多条 有报道说浏览这个网站可以看到网站目前所介绍的领导干部属省部级以上 内容非常简单 仅限于人物的姓名姓别年龄入党时间学历和担任职务履历等信息 他在18大的时候搞出这个所谓在这个新闻网上提供这个干部的一些资料 其实就是长期以来老百姓呼吁信息公开化有关系了 他是展示这样一种表面上的姿态 实际他不可能把老百姓需要的信息放在那上面 他目前放的就是最简单的什么姓名啊年龄这些东西 这些老百姓关心他干什么呀 而且他这里边所谓的放学历这些东西也难免有造假的成本 署名朱敬坤的网友说查简历有什么用啊 可不可以查房产资产存款股董等等啊